嗨各位 我是金川一 转生史莱姆 第三季于今年4月开播啦 好啦 已经播到第四第五集了 想看的应该都开始看了 但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自从2021年看了第二季之后 到了今年都差不多把前面的剧情给忘光了 所以我这几周内把前两季给重新看了一遍 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来重点回顾转生史莱姆1-2季共40.50集的故事内容吧 也会聊聊我这一部感想 好 超级感谢IG发导都麻烦大家了 321我们现在就来重新见证最弱魔物史莱姆是如何当上最强魔王的一角的旅程 我们的主角三上物是一个37岁母胎单身的上班族 有一天他在路上和下属约见面的时候非常不幸的遇到了随机砍人魔 为了帮下属挡刀而身受重伤 临死前他哀叹着自己庸庸碌碌的一生 冥冥之中说了一些话 不知为何被一个像是AI语音的声音给一一记录了下来 然后三上物就断气了 回过神来我们的主角竟然变成了一只史莱姆 还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强大天赋 火焰抗性痛绝抵消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两项 捕食者和大贤者 凭借着这一堆外挂技能 咱们的史莱姆他一边在洞窟里刷素材 疯狂累积回复药 一边打怪然后偷走他们的招式逐渐变强 然后某一天他竟然遇上了一只被封印的巨龙 这是RPG经典款最弱与最强的会面 主角本来刷的要死 但他很快就发现 这条龙只是因为被封印三百年太久没和人交流了 感到非常孤单而已 什么 你已经死了吗 原来是一只傲娇龙 于是主角便决定交个朋友 两只魔武互相帮对方取了姓氏跟名字 暴风龙 维尔多拉 坦派斯特 以及史莱姆 利姆路 坦派斯特 利姆路将维尔多拉连同封印一起吞进肚子出了山洞 就在这个瞬间 咱们的蒙王利姆路的龙奥天之路便由死开始了 转生史莱姆第一季演的是利姆路从转生到一桶猪拉大森林成立国家的诊断过程 由于暴风龙的突然消失 整座大森林的力量平衡产生了倾斜 各大种族狼族鬼族西人族还有半兽人都开始蠢蠢欲动 接下来一段是利姆路到处破主线召集新伙伴的流程后 首先他帮助可怜的哥布林族抵御鸭郎族侵略 利姆路一招秒杀头目 两个种族都沉浮于利姆路之下还一个一个帮他们取了名字 人力Gate 来这边也出现了群座背后真正的战力天花板最强的男人 哥布达应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或者压根没有发现 但哥布达其实是除了村长跟村长儿子外 第一个获得名字的哥布林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哥布达 是 谢谢 为了帮村庄增添基本建设 利姆路带着一众人前往矮人王国 当然最强男人哥布达也有跟过来 最后成功召集了工匠凯金还有矮人三兄弟 技术力Gate 接下来这段相遇是最为重要的啊 有一天一帮人类冒险者到了这个魔族村落 其中有一位神秘的面具女性叫靖小姐 她瞬间就察觉了利姆路跟她自己一样 是来自日本的转生者 - 悪一slimeじゃない哟 - 哼 - 嗯 靖小姐告诉了利姆路很多事 也包含她自己是很小时候就被召唤过来啊 还有她长年受到体内研磨所苦 已经剩不了多少时间这个事实 于是出于一个同乡的情谊啊 利姆路将靖给吞入其中获得的与她非常神似的容貌 人类型态Gate 对 炎魔被捕食之后 在魔王的肚子里遇到了谁 遇到了暴风龙 这边暴风龙说的这一句 - 诶 你以为是战斗有没有 没想到说的是下棋的技术 再来是封面人物的登场呢 有一天利姆路说到鬼人族的袭击 魔王照样将他们通通打败了啊 收服他们命名之后 这帮鬼族就进化成了鬼人 你看看你看看 红丸 猪菜 紫苑 苍蝇 各个帅哥美女 看一下急速第10集 好险敢在上半季内出现 不然OP海报都没有人可以放了 颜值不够 作品差点卖不出去 反正到这里 主角群算是有一个雏形了哦 不过朱拉大森林同一战现在才算正式进入一个白热化阶段 一个带着瘟疫异伤面具的神秘人物 煽动了受干旱还有饥荒所苦的伴兽人族 伴兽人群的大军朝着利姆路的王国进攻过来 原本他们打算跟西人组结盟联手抵御这场危机 还先让这位西人卓王子戈壁尔来探访 但后面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蒙王一行人随随便便就把伴兽人的大军给全灭了 伴兽人君主王 由将军继承名字盖德加入利姆路的麾下 劳动力Gate 蒙王势力终于已经壮大到周遭国家不再有办法忽视的程度 有些国家是持友善态度的 例如前面去过的矮人王国 以及另外一位重要人物 魔王密利姆 抹上了这一步翻 多元XP 最后罗莉那一个 可是也有些人他们不怀好意 一个叫中庸小丑团的神秘团体从中作梗 唤醒了森林中最可怕的大怪物 暴风大腰窝 这一次是真的有让主角群稍微棘手了一下 可是一当萌王发现暴风大腰窝不是冲着自己 而是冲着密利姆来的的时候 他们就让他接手然后密利姆一招就把怪物给轰爆了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利姆路遵守于靖小姐的约定 去带他生前教过的学生们 这些小孩子也都是被召唤过来的人啊 这段当初看没什么 但后来回去才会发现满地都是会牵扯到超后面剧情的重大伏笔 反正 利姆路去当离回郝老师然后返回国家 但这一时的他还不知道这还只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起点 《转生史莱姆》第一季 是我心目中异世界穿越剧中的课本解答 就一样是开外挂 一样是没做什么努力就突然变超强 那些烂大街的元素通通还是在里面 只是他做了几个正确选择 成功的回避掉了这类套路常会有的那种自嗨的感觉 首先就是本作他算是相当自有耐性啊 没有现在那些异世界什么铺陈都不愿意做的懒惰感 一心只想着能多快跳到开挂的部分 这就很像是你看本子的时候直接翻到衣服不见的那一页 不是说不行 但是少掉了铺陈后面的甜头就也不会那么香的啊 各位听我前面回顾我想都有感受到 主角他建立整个魔族村落的过程是很循序渐进的 先有人力再有房子然后人形肉体 主要的配角群像红丸紫苑甚至是第一季接近中间才登场 作为异世界的龙奥天你是感受不到主角实力的增长没错 可与之相对的你还是有获得某种成长的满足感 正是透过这座城市的逐渐壮大啊 有水有电有房子 陆瓶灯亮水沟通 人民都安居乐眼 这你看的也是会很开心的 而另外一大因素是在主角本身 萌王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挂逼到一个天崩地裂 照理说这部也会成为另外一卷免洗厕纸 不过萌王他能回避这一点关键在于说 剧情其实绝大多数时候讲的都不是他的故事 而是其他小配角的故事 透过利姆录我们看到的是别的伙伴的改变与成长 他只会在需要他的时候适时出现开挂两下 而将写呢就不会让史莱姆的剧情 跟其他不好看的异世界一样 透着一股泥掐着鼻子 都还是会闻到的作者自慰臭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抬高主角而存在 这你看久了就会觉得很可悲吗 而史莱姆的做法跟前者是相反过来的 不然的话你觉得像哥布达这样的搞笑角色 戏份还有机会可以这么多吗 啊然后史莱姆很可爱也是一大优点啊 可爱即是正义 本作愿意花时间在那些最没有颜值前面 甚至看起来活像是个玩笑的人身上 让观众能认真看待这些魔物 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这里就要讲到迪记我最印象深刻的角色啊 是谁呢 就是戈壁尔 没错戈壁尔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完全就是一个又自大又爱现 然后又超费的废柴王子嘛 一出场立马就被哥布达给踹爆 但一到和伴兽人君主的决斗 该戈壁尔认真的地方 这边他也是有拿出身为西人族王子该有的骨气 到最后即便他跟前面还是差不多一个样 可重点是你现在去看他 就也多了一份小小的认同吗 从单纯的笨蛋进化到了惹人怜爱的笨蛋 诶 这边也简单的提一下转生史莱姆日记 先说我不会把日记的剧情整个展开来讲 因为都日常用讲的很不有趣 我只讲一条线也就是大猪猪 盖德的故事就好了 盖德身为伴兽人族的继任领袖 必须一肩扛起全体族人的责任 忍辱负重在杀死自己首领的国家底下做事 想也指导这个立场非常的难为 可是利姆路他们的存落却没有任何顾忌的接纳了他们 伴兽人本来是因为饥荒而不得不向其他种族发动侵略 严重一点的甚至还得同类相识 但现在他却能将这一份本来是用来烧杀 掳掠 蛮力 用在哪里 用在耕种作物 喂饱人民这件事情上 当他亲眼看到从自己除过土地中长出来一颗番茄 这有多感动 你把自己带入进盖德的视角这简直难以言喻嘛 好 再来我们进入第二季啦 本期节目由BooCocker赞助播出 这个月的活动是什么 是VTuber要来挑战用左手画画 洛可·洛斯特·阿汤以及徽达三位V 大家可以投票决定他们用左手来画什么东西 我的画啦 一定是投藏寿精灵一票 记得要去收看直播还有点数可以零哦 手头就能获得50元折价券与三人立会输家一款 诶 然后大家的台湾脚穿今年25岁啦 参展作品七七折 有无质 有影墙 有史莱姆 哎呀 说真的 动画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快转跟删减啦 活动直到28号 想体验完整的故事 现在就把原作带回家吧 尖端5月也没有落后 物语系列七五折 各位 星座OP决定了 是有阿索比 一样仅穿一的100元约会券放这边 还不赶快趁热把物语埋起来 OK 那史莱姆第二季会紧接着第一季的结尾 持续描述朱拉坦派斯特大联邦逐渐被世间察觉到 各方势力围绕着这块地而展开的角力 剧情将急转直下 上一季从头秒到尾的蒙王一上来就碰上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日向板口 他呢 是法皇国的首席骑士 其中一个王国 法尔姆斯王国联合了法皇国 决定一扫摸族们居住了城镇 日向在蒙王回城的路上将他拦架 展现出完全超乎意料的超强实力 逼得利姆路不得不变出一个分身 然后临阵脱逃 却想不到一回家就目睹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园 被军队破坏的面目全非的样子 好多郑民都惨遭屠杀 就连非常亲近的子愿也为了保护小孩而死 之所以会落得这个下场 另外一个原因是城镇中混入了一个卧底 也就是这位 谬兰 谬兰她是从第一季开始 就默默的有在背后动一些手脚的魔王 克莱曼的手下 对 我知道名字很多 没关系 不用特别记 记住 克莱曼的声音是大变态 子安 就对的 谬兰她奉命潜入了魔族城镇 里外串通 在大军打进来的时候以自己为机 开了一个弱化魔族结界 才导致大多数伙伴没有办法发挥出权力 不过 谬兰也因为和人类的勇者间谋生了爱情 而且她本来也就不是完全自愿的 所以她后面就倒戈蜘蛛 就要全这一方了 前世是人类的利母 想起自己曾经叮咛伙伴们不可以伤害人类 因为她喜欢人类这件事情 如今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魔族同胞 受到人类这样残害而感到内疚不已 就在这个最低潮的时刻 利母路得知的死而复生传说的存在 传闻说只要能进化为魔王 就有机率将死者灵魂重新换回他们的肉体 于是 魔王化身魔王之路便由此开始 接下来这段就很有名了 利母路又一个人单枪匹马面对王国的庞大军队 一招神之怒 瞬间就把一大堆士兵给通通送上西田 收割他们的灵魂正式进化成为魔王 捕死者变成暴食之王 大险者也变成智慧之王了 诶 你的真老婆上线了啊 发动返婚秘术成功将每一位死者给复活啦 对 利母路他还拿了剩下的肉体 顺便叫出了一只恶魔出来 迪亚布罗 他是利母路最强的部下 好 那人类的敌人解决了 从这边开始呢 该是准备料理魔王克莱曼的时间 第二届后半我们将看到利母路持续壮大国家 巩固自己身为魔王的势力 首先第一位非常重要的新伙伴就是 没错 暴风龙维尔多拉 那个无限牢狱破了快两年 终于可以放他出来了 这段期间这个家伙还给我默默的变成将棋高手 克莱曼后面就直接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野心 洗脑魔王秘利姆命令他为自己做事 而且还发起了魔王盛宴 召集所有魔王一起来开会 正好也就是第二季下半的主要内容啊 开会 休息 换一个地方 继续开会 休息 移动 然后开另外场会 反正弄到最后啦 就是在魔王盛宴上 利母路和克莱曼两边各带一些伙伴 直接开打 欸 结果没想到克莱曼本身的实力 甚至不及解怨被一顿欧拉欧拉给打趴 蜜利姆从头到尾竟然也只是假装被洗脑而已 在场该看出来的全部都有看出来 就看一个小丑在那边全程自嗨吼 丢脸到爆 说不起 爆衣变成蟑螂被砍烂 冰死前又进化又遭魔王一顿欧拉 最终受到吞噬 在近乎永恒的苦痛中面临死亡的 第二季的结尾就是利母路说到在座其他几位魔王 认同坐上八大魔王的其中一角迎接新的时代 新的魔王的时代 转身史莱姆第二季 并没有上一季那么好看 好啦 我知道后半段已经被嘲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开会开了快半季有吗 不过我个人觉得更大的问题其实是第二季的前半跟后半的调性感觉不是很平衡 有种头超级沉重 脚却意外很轻的感觉 第二季上半我认为还算是比较精彩的 第一季一路顺顺的等级压制过来的主角权 到这里第一次碰上真正的危机还有困难 而且这篇的反派那个法尔姆斯的国王还有士兵跟那三个穿越者有没有 这些人又实在是讨厌的非常彻底 是有成功引起我强烈的反感的 正因如此看到后面蒙王一口气歼灭了王国大军才更爽吗 对转身史莱姆真的就有龙奥天动画 我不会要求他和其他动画一样有什么合理的成长曲线 还命悬一线的精彩打斗之类的东西 这样就OK了 然而前半季的危机一消失之后 后面打克莱曼你真的是丝毫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的威胁性 你们懂吗 子安他很用力想要靠配音来带给观众 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乐趣我听得出来 只是没有办法 这个人实在是太滑稽了 再说观众很早就知道克莱曼已经在我方的手掌心上打转了 剧情却还是一直切回他在那边摇红酒讲干话 哦史莱姆真是训辟的 哦老子是魔王不用亲力轻微就能完成目标 就这些戏份到最后都感觉很像是剧情的垃圾时间 后面的大战更是一如往常的没啥紧张感 敌方甚至有一帮人就没有要认真打的意思 到最后回收上一季的boss回来结果也只是给红丸一招秒掉 来展示一下我方的战力距离上一次又膨胀了有多少 很久很久以前的影片我有讲到对我来说的转生史莱姆起初会有趣的点是在于他那一整个社群的感觉 大家互相体谅极心协力每一个搞怪却讨喜的模组角色 第二届后半就因为打仗跟开会很大程度失去的这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人情味 只能说这类轻小说每当走到这种要扩展世界观的章节吗 会以口气丢出一大堆好像很厉害的什么魔王啊恶魔啊有的没有的头衔跟名称 似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吼 是我承认我小时候看左眼的下纳觉得这一种会出现一大堆酷帅角色跟名词的翻真的是太酷了 但现在我已经看过太多这种动画已经吃不太下相同的东西了啊 然后就是目前正在播出的第三季啦 诶 这边我就来做一件事情好了 嗯 是 差不多就A tier 就很安定啦 但注意我要说 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很值得赞美了哦 也不想想当年魔镜超炮我们都等了多久才来第三季 诶 不过说的再好听 会也还是要开 都到第三季了 你就是得接受这已经变成现在的史莱姆王最主要的说故事方式 基本上每三话就必须要有一话是一帮人坐下来一直讨论事情 自从2018年第一季推出后 转眼前过了6年 史莱姆如今已经超越了更新不是很勤的刀剑还有长年霸榜的魔镜 成为这个世代最新的清小说王者 是啦 有人会说史莱姆是因为漫画版也很卖座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成绩 这的确是事实 只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异世界 转身 开挂 龙奥天 就是我们的王道 而关于我 转身成史莱姆这档事 无疑在这个门类中是最有大重元的一部 好啦 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景川一 那个剧场版《红莲之版》跟短篇《柯里乌斯之梦》这两部我今天没有讲到 因为终究和本传关联性很低啦 以后我就会再来聊 各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追史莱姆的 你是后面才补的呢 还是说你跟我一样是从一开始就用追的呢 都可以留言分享 我是景川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